下一站 休息站 請踩單車的人士下車 第一次踩單車上班 用單車代步通勤就是三年前 他是港島人 平日亦經常在沙基灣至上環之間穿梭 今次我們就找他 嘗試行這兩間單車小店 看看他有甚麼評價 他有很多不同的照片 或許多slogan 令他進來感受到單車熱血的感覺 中環這間店除了賣單車精品之外 還可以訂做單車 最近還加了租單車的服務 還不用給按金 我們就想開這間單車咖啡 希望多些喜歡踩單車人在這裏採集 咖啡店又怎少得咖啡呢 這裏用了巴西和肯尼亞的拼配豆 喝起來有濃郁的可可和杏仁味道 就算喝Expresso也不會覺得酸 單車是可以排到的 這些地方都不會阻礙到人 所以他很安心坐下和朋友聊天吃飯 他手上那杯冰淇淋 就連較中方制角都是他的粉絲 他用兩份忌廉加上一份鮮奶造成 所以入口比Gilato更加香更加滑 柴灣這間新店就用單車休息站來做主題 除了提供泊位之外 還會有浴室給你洗澡 最棒的地方就是距離店舖 還有很寬敞的位置 入到來如果你泊單車 已經設好單車架就很方便 洗完澡還可以去小賣部買小食 飲品都是由店員即場沖泡 比較特別的是客人可以任意去選果汁配花茶 這杯玫瑰味就比較淡 反而這杯就酸酸甜甜夠了解渴 想飽吐一點的話還可以點套餐 麵包是灣仔一間小店的出品 款式每天都不同 唯一可能就是個地位置 始終柴灣港島來說是隔了出來的地方 可以在外面都有營店或開到的話 就會很棒 價錢每位150元 除了包泊車和洗澡 亦都可以全日任用WiFi和工作空間 那是便宜還是貴 就見仁見智了 即是踏單車最喜歡爽的感覺 給你那種好像很free的感覺 雖然是自由 但在香港地少人多 踏單車除了要跟人車爭路之外 還要爭埋泊位 希望日後有更多這類型的店舖 讓單車手都可以好好休息 下集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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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集完